就是你常常在講說神明桌上面 其實就是象徵家運的一個掛像 對 所以它這樣子不小心打破了這個花圖 這有暗示一些什麼要注意的嗎 一般神桌上面來說的話 通常很多東西它都會刻意放成 一對一對對不對 那一對一對其實它是有道理的 也就是說以神桌為止 左手邊這邊代表男生 右手邊這邊代表女生 如果當上面好像花 如果突然間凋謝 尤其是鮮花凋謝 這個影響是最大的 第二個是花瓶如果因為 某些緣故破掉 那這個時候也要注意 為什麼呢 因為左邊代家代表男生 右邊代表女生的話 右邊的花瓶破掉就代表 家裡的女生可能要注意 因為也許身體上面會有一些胃癢 所以你那時候掉的是右邊這個花瓶 對…右邊這邊花瓶 媽媽也要注意 七五 要幾度嗎 你幾度嗎 幾度… 對,你幾度嗎 你為什麼要怎樣 十幾年前有一次開瓶 這次又會拋掉 為什麼會開瓶 因為我… 十幾年前背我婆婆 背她 但走路不方便後我就背她 爬樓梯 對… 對… 她會拋掉 對… 對… 然後… 拋過嗎 雞湯缸就像擠水 對… 擠水去用鹹茶 她說我現在有時候會拋棄 對… 拋棄在那裡是鹹茶 鹹茶說要花瓶 我說好花瓶就要花瓶 結果在花瓶 她說半年的時間沒有再… 沒有再拋棄 不再拋棄 就是準備好 後來就沒有了 數幾年前沒有 今年過年好像比較累的樣子 又太累了 對… 過年會比較好,牙齒比較痛 所以就拋棄了 不過這個可能針對媽媽 可是如果要講小孩的發展來說 是不是要看一下祖先排 祖先排 祖先排一般來說 盡量在背後預留 大家一直搬到兩指的寬度 盡量不要完全貼緊 如果你直接看一下 它是不是完全貼緊了 看起來好像放得比較靠近 對… 對… 要留一點路給小孩走 所以有時候我們以前常常想說 如果這樣卡住的時候 它就代表不會動 也代表發展受到限制 所以為什麼它盡量不完全貼緊 的原因是在這裡 不過這個部分除了這個以外 你沒有發現神桌這邊 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這邊… 那邊是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實際的 可能它做了一個所謂的板 就是一個擋著板 像屏風隔間這樣子 對… 通常這邊呢 一般它是一個實際的 一般來說我們大部分會有 1公尺量及胸的大小 對… 但是相對那一邊呢 你會發現… 沒有做 它沒有做 對… 有什麼 我想這邊的大條 那邊的人很高 轉角… 所以我都會瘋的 你自己瘋的嗎 沒有叫人說 你很瘋的 但是我跟你說 你瘋子都沒效 它也用屏風擋住 但我想要遮到門口的光 對… 那邊我就要遮到門口 可是我們一般來說 特別遮到這個左右兩邊 第一個要符合文公尺 吉凶的位置 所以這個一般來說 它要特別考慮 看看有沒有… 不是隨便拿一個 放進去 放進去就好 一般通常 當我們神桌往外面看的時候 什麼樣的情況會有機會 比如說剛才看到那邊 有沒有看到發現 它有一個尿 對… 小小的尿 小小的尿道 如果家裡的神桌堆出去的話 如果是正對廟宇的正前方 或正後方 這一定會受影響 還好… 是嗎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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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所以觀眾朋友在放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 因為你不知道外面那個房子 如果你會發現 我的神桌放不過去的位置 拉直線是對到的 那一定要湊開 我就一定要平安 對… 所以它這邊散掉了沒關係 對… 至於外在其他的煞氣 其實可以不用擔心 我剛才看到 用統一的化解方式 擋在外面 這樣神桌擺放 你就不需要擺放 所以我發現 你們家的天花板 做得很像曼洛斯人那種 對 對… 你以前是在辦公嗎 沒有,因為我告訴你 有時候我被老闆 原來在頭上很蠻 很蠻 很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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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也有燒熱來到 對… 指…也沒這麼壯 只是這個燈刀 好像導師覺得 這個方向漏在外面 有點是意外、雪光 雖然霎到很氣 對 一般來說,我們在房子的前段 這邊的這個房間 比如說客廳或房間 通常這個燈環 盡量不要像一根這樣直接射進來 如果一根一根這樣射進來的時候 對於裡面的人 可能比較容易有受傷或開刀 或許房子在以外 所以大部分 有可能把它改成圓的 或者改成轉個方向 那神座在這個位置來說的時候 你可能會擔心神座這樣會不會 這個燈會不會對到神座 但是如果真的把它移過去之後 你就不用擔心你只要把它轉個方向 就沒有問題 還有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很多觀眾朋友通常在擺放 可能上面這個神明或祖先的 所謂的筊有沒有 筊 對,一般來說 一陣一反嗎 對,應該是要一陣一反 一陣一反 一陣一反就是這樣嗎 沒有,一陣一反 你這樣比較筊 要不像 你這樣也會用嗎 你這樣也會用嗎 我這樣也會用嗎 我這樣也會用嗎 你這樣也會用嗎 我這樣也會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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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都會用 不知道… 你們很順利嗎 你們很順利嗎 沒有,那是我們小弟的小孩 我這樣也會用嗎 我這樣也會用嗎 你可以說是你的東西嗎 你這樣也會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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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因為兩個如果都向上 那你是不是象徵 他是不是跟我們… 可能我求甚麼會有點… 那兩個都蓋著 你不是他生氣 就是他不想特別的表示 對 所以一般來說 通常會用這一陣 我在拜這樣 是說有沒有人在照顧媽媽 看他現在身體,對不對 然後他自己的財庫 有沒有留一點 財庫嗎 我告訴你媽媽,他就是這樣 中午20歲都在照顧 這個媽媽這麼幸福 還有孩子要穿 大家都穿得這麼大 自己的媽媽 93歲也都在照顧 所以我覺得他有點辛苦 我想要去他的廚房 看看有沒有東西可以吃 喂,你打吧 去廚房看看有沒有風水要改 讓他可以輕鬆一點 對,媽媽讓他… 那裡有東西要打 對,然後罩上面有沒有涼 不要壓力那麼重 對,要一個家 你很辛苦,不要涼涼 對,來看一下 涼涼涼,我們可以買照 對 阿婆,你看看 對 神桌的擺設 反映了家運的發展 若是有任何物品缺少或毀損 容易影響家人的運勢及健康 而同時神桌的位置 除了盡量滅朝天之外 也要注意別對到屋外的廟宇 否則容易招來卸光之災 你做一個送菜口 像是貼心的 偶像嗎 對…菜做好 它就是從這個… 這個很美味 這樣送出來,對不對 你真的不行 這是甚麼 青口 初常室… 這不是送菜口嗎 你怎麼中間歐一口 對 比較有空氣 走上廚宇,現在有空氣 還沒有… 比較熱 在那裡嗎 在那裡有湯水? 在那裡有湯水一個湯水 很吸引 可以通風 對,通風比較有空氣 你的冰箱是否會嚇壞? 對,你也會嚇壞一項嗎 冰箱嗎?冰箱後面也會嚇壞 後面也會嚇壞 嚇壞了 前面都沒有嚇壞 這是有身心,你自己知道嗎 對,我都會自己想 也是一種… 自己想嚇壞 因為… 我不會嚇壞,自己想嚇壞 你要拿抽筋了 但是儲藏心應該沒有太大影響 對,儲藏心 應該沒有關係 對,傷心 對,照片 照片 照片還滿大的 是嗎? 青色很大 來…寶媽媽來 來,看一下 太好了,燒上面沒有涼 是啊 對啊,很好 對 好像斜斜的 對… 對…不是放正的 對,然後感覺這塊斜出來 是好像推出去的 你有外推嗎 有,外推塞出來 有甚麼要塞出來 我們在廚房廚廠室的房間 後來,你來刷在這裡 我像這裡比較高 你像廚房廚廠室太小 你來刷過來 對,刷過來 還外推 廚房是慢慢的天下 當然要大一點才好用啊 是沒有錯 可是廚房外推是不好的啊 對,好像老師 之前有告訴我們 好像會出外溺食是不是 對… 你如果仔細看一下 它整個天花板 它搭起來 也可以看得出來 地板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它的寬度不一樣 一般正常室內建築的標準格 應該會比較方正 那一般來說 如果後陽台來說的話 它如果有偏寫 通常會把它切割出去 可是你把它拉進來之後 就會變成一個問題 瓦斯爐 放到原本屋子的隔間以外 對… 那當然你要吃東西 你就要到隔間以外的空間來吃 所以就是出外求食 所以兒子目前應該越來越遠 去很多地方工作 這地方有時會帶恐怖器 還有會帶冰凍 其實是大兒子 小兒子… 所以大家都是要出外求食 就不能在家裡出錢 因為大兒子怎麼到外面 大兒子怎麼到外面 現在小兒子在培理 但有時候小兒子也會去中間 對,不要去中間 沒有,然後我們也會去 那裡是去工作嗎 對,他也會去工作 有去培養、蘭嶼、綠島嗎 有,綠島也會去 有,都是外島就對了 對,他都有去 滿遠的 很辛苦 對 現在都在新竹 新竹… 來回嗎 有時候來回,前天還去,來回 對,前天還去 有段路 所以其實這個狀況是滿辛苦的 等於叫小孩 都是要比較往外跑 要放遠一點的地方才賺得到錢 對… 所以他所做的工作 大概都離家比較遠 是 那你現在聽到他 除了全城各地以外 連所有的各個外島他都要去跑 那其實基本上來說 如果他的工作能穩定的話 其實可能也許 這個狀況當然會更好一點 是… 所以其實原本你會發現 那一間原來它是 所謂的廚房室的空間 那如果我更是… 不是,因為目前是廚藏室 如果我把它移回到廚藏室去的話 那一塊原本是室內空間 對 所以移回去的話 可能他的工作狀況 整體就會好轉 至於這一塊,其實我就講 因為你會發現後面那邊 其實也有一個所謂的… 央台空間 對 所以其實這一塊 我是不是把它單純 只是放一些… 可能一些主要的工具 對,可能放一些東西 我可以做廚藏室 就反而這邊適合當廚藏室 對 然後原本的廚房也比較好的 就要當廚房才對 對… 其實那如果調整過來以後 相信對於家裡的整個發展 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影響 對…大工程 對…大工程 對啊 之前這樣也花很多錢 對…也花很多錢 還有10萬元 對啊 然後再移回去是… 對啊 如果可以暫時先不要以 冷藏室前在意 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式 可以化解 其實目前大概一般來說 也是有一些調整的方式 讓你不用…